你 出国两年 一回来就相亲 我相亲至于回国吗 回好得多的是 那你回来干吗呀 对 我回来干吗呀 小少 你别说 张先生 我还有事 下次再聊 张七 你怎么还没到啊 我赌到二环上了 要不你们先开始吧 你赶紧吧 我们里面坐吧 我们里面坐吧 郑先生 喝茶呀 少小姐 喝点什么 咖啡 是不是在国外待久了 都习惯喝咖啡了 叫你少小姐 好像有点生怀 我可以叫你小雪吗 你还是叫我小少吧 服务员 两杯咖啡 你这同事靠谱啊 放心吧 人家是主持人 什么大事没见过 听说郑先生一毕业就做修复了 对 我看过郑先生的画 画得好棒啊 改天有时间可不可以 给我也画一画 小少 你别紧张 我也是第一次向前 听说你还没毕业 就被怀孕录取了 真是年轻有为 刚好啊 我最近要去国外学习 到时候可以去找你玩吧 好啊 小少外语说得这么好 一定很适应国外的生活吧 容易是容易 但没有分手那么容易 其实我一直都想学画画 就是觉得太复杂了 画画再复杂 也没有人心复杂 分手还容易啊 看来小少甩了不少男同胞 哪儿呀 被甩的人是我 小少这么优秀 怎么可能被甩 谁知道怎么想的呀 我就去面了个市 然后就开始发神经 明明国外的工作都找好了 还瞒着我 机会那么难得 我总得去试试吧 我都决定不出国了 人家倒好 说分手就分手了 郑先生 你怎么不说话呀 我好像要问到你 伤心的事了 对不起啊 咱换个话题 不提那个渣男的 渣男倒也不至于 这就是渣男 这样的人啊我见多了 他肯定是在外面 有了别的女人 所以啊一逮到机会 就立马跟你提分手 是啊 估计人家早八得忘了 现在正在相亲呢 也不看看自己干嘛呢 我干嘛了呀 出国两年 一回来就相亲 我相亲至于回国 我妈回好得多的是 那你回来干嘛呀 对 我回来干嘛呀 小少 你别说话 赵先生 我还有事 下次再聊 小少 朱先生 怎么回事啊 不好意思啊 白女士 抱歉了 你